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听寿言教 要见有人 以我法障 得出家义 拒绝负德 精进修行 学无学行 乃是正的最后的结果 比查德里正的罗 乃是婆罗门正的罗 凡生争计 不要亲近共养 听寿言教 不论那国王大臣 乃的富豪长者 要加一个詹塔罗 就是那者 詹塔罗就用徒者 是最诺的 最诺的 就属于诺人的意思 但是对于这些人 善人是不愿亲近他们的 就说明了 好的出家人 不会跟这个 那的 那势力 相结合 但是坏的呢 说破戒的呢 那就专门跟这些人打对 是要是看到有人 在我法宗出家 得出家意 拒戒复德 精进修行啊 看着好的 这些詹塔罗不喜欢 坏的 人秀为相投 能互相亲近 要看着好的出家人 看着好的出家人啊 据说德性的 精进修行的 不喜欢 乃至于 正在国位的 那这个詹塔罗的查的地 那詹塔罗的婆罗们 贵族了 反正婆罗们都是贵族阶级了 这些人呢 詹塔罗的 后头加个詹塔罗的 那的国王 那的富豪长者 他对好的 他对好的正进 不喜欢亲近供养 对坏的 愿意跟他打对 亲近供养 乃至听坏的 破戒的比修的话 还对着清静 比修危害 那这段意思很简单 很容易懂 那就是这个意思 在男子 譬如有人 入宝州都 设设计了 大清啊 地清啊 这是第四天宫里的宝贝 佛举例来说 金人 珍珠 红蓝色的 肺瘤的 就价值很高的 这些个宝贝 这些宝贝啊 说在这个未来的当中当中 这些个未来世代 在佛教当中啊 吃佛果道当中 但是有这个 草地里战斗罗啊 哪个婆罗门的战斗罗 他们也是这样子 到了宝州里去 补去财宝 把这些个最高价值的宝贝 弃舍掉 这佛拿比 把这些个宝珠 就出家 修道 持境界 来挣得有学位 无学位的就是俄罗汉国 就是 这有道德的他不亲近 专跟那些个破戒的比丘 他亲近 这些方也类聚 物以群分啊 对秦修学的 乃瑞修六度 精亲修学六 到北那 六是就漏波罗密 不思引入传定戒 戒慧啊戒律啊 这些漏波罗密的 他不亲近 乃瑞修圣德的弟子 乃瑞修行很好的 发布的心的 新布达大的 这些勒王啊 勒贵族尊重长者啊 就是对好的 不亲近 他专门找那些破戒的 行勒的 跟罪类众生 无产无愧的 言辞出狂 身心脚闹 离住百境法 没有慈悲 跟这些勒姓北修呢 把他们当成福田圣 勒王嘛 勒婆罗密嘛 找这些勒北修当福田圣 贡金贡养 勒人跟勒人打不动 那就是危害 散者 这样呢 不论师父也好 那师父也好 那地府也好 他们将来都下无间地 都堕得无间地去 这道佛众宝贝来比喻 正法的宝斗 传世无量的宝贝 都是第四皇宫那些宝贝 大秦啊 地秦啊 做珠宝的庄宴的 乃至种种的 道德 那些的勒国王呢 他不喜欢 不喜欢这个书生 这些个圣灵 专造一些个破戒的 坏必项 在他们身边求佛 能求得到吗 共同的下地 共同得闹闹 还不仅如此 佛又说 善男子 善男子是对地政佛的说的 有十那伦 十那伦啊 咱前都讲过十善伦 说大成大祭 那善都记的 有十者那伦 在未来此佛斗中 佛根迪尚姆斯说 在未来的时候 就在我的这个佛国道中 就有些个查德里 赞特罗 赛官赞特罗 居室赞特罗 长者赞特罗 这些个能人 又跟一些个 撒门赞特罗 出了门 赞特罗等 说这些能人呢 他共创造的 十那伦 是什么呢 那是催灭散法的啊 那伦是催灭散法 嗯 随十轮当中 有一轮 有一轮啊 这十那轮当中 有一个那轮 就这个意思啊 占有一种那轮 把以前所修的善根呢 都摧毁了 只要有一个那轮 把过去的善根 所修的善根 都摧毁 熟灭了 结果毁尽 不久 便当肢体废缺 不久得那疾啊 或者得那病啊 受伤害啊 说这些那人呢 就是 报应时候到了 肢体废缺 你多日夜 不论白天黑夜 很多的时间 舍不能言 有口 有舌头 不能说话了 说不出来了 那报现前啊 痛切难言 不知生之受罪 死后呢 都无间谛 不论 不论前面讲的啊 查德里 沾那罗 破了门 沾那罗 哪有跟那破戒 别求 哪有一切的百姓 不论什么人 只有赵那 三有三报 那有那报 那报就是 除了在人间的时候 最后 说不出来话 咱们看见 很多人的病苦啊 大家要到医院去 访问去的时候 你看看 看看 那各种的病态啊 传统的声音啊 那实在 让人难忍 为什么呢 他造的这个乐阴呢 受了乐报了 这还是人间 等他死后了 到了地儿去了 那个苦难就更大了 更大了 凡是学过《十轮经》 大家是不是都送过《地藏经》 学过《地藏经》的 《十轮经》没签过 说到这个困难的时候 如果 如果是 他能练地藏圣号 乃至读送《地藏经》 地藏王菩萨 和加斯保护他 所以他不做乐地狱 如果他在这个时候 心里头 口里不能练 心里能想 想地藏的圣像 所以不能出生嘛 心里可以默念 要能念地藏的名号 乃至于 乃至于 大家读地藏经的 地藏经第九品 如来名号品 随便纳雅 哪一尊的佛的名号 当前的痛苦啊 就能够减轻了 就减轻了 就减轻了 我们看见这些个 那 那罗查 那佛罗门 那长者 他们跟那个那比秀 结合到一起 所造的那业 随顺他们的 也是他手下的呀 人员 也随顺他这个 参加他去造那 到报应来的时候 受苦难的时候 受苦了 受苦了 这时候怎么办 比如说 你就念地藏圣号 念经已经不可能了 不能再念经了 人已经到这个时候 那个苦的痛苦的逼拍他 他不能念了 那就唯有念地藏圣号 那念也念不成了 观想思维地藏圣 地藏圣圣 地藏圣圣在地藏经说 要有这么一威尘的散 有那么一点点的灰心转意 地藏圣圣圣都能救他们 说我们入了佛门了 就像入了宝山前头讲 不可空手而归啊 那么多宝贝 你不采集 你要跟那人跑 跟那做那的人跑 现在这种现象开始 很没像经说的这么严重 很多的那比丘 跟当权者结合 欺负那个善良的 或带个妙的修行的 嗯 很多比如他不参加政策 不参加社会的财富 嗯 受迫害的时候 应该能给他回向 如果大家到医院看看 不说别的了 植物人 咱们看见很少 但是你到医院就有很多 哪个医院都有 不是三个五个呀 一两百呀 口不能严 身不能动 但是在这个时候 他是受这种折磨呀 这折磨呀 口不能严 身不能动 但是痛苦的不得了 嗯 什么痛苦呢 很没下地狱之前的 那个灾难 灾难就是说 就是他所现在 神所受的 嗯 你到医院看 各种的买症 啊 严重的病苦 那就夜暴 夜暴 知道这个了 你就知道佛所说的 做乐业人 现身 现世 现报 你信也好 不信也好 事实就是这样子 没轮到你身上 实惠没当 如果你没了乐业 你就是散业 那你所见到的 所遇到的境界 有不同 有不同 所以大家可以这样想到 说 这医院我没去过 这些个境界我也没看到 那你庆幸 你是 好人 说极简单的 在社会上是好人 好人 好人就是不做那 做好事的人 做好事的人 就是好人 做那事的人呢 就叫那人 但是佛说这个 这段呢 不是说社会上 专说毕丘 专说毕丘 专说破戒毕丘 这个破戒毕丘啊 受迫害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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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你念佛号 念圣号 问题马上就解决了 解决什么呢 那个灾难呢 就消失了 那这件事 那这件事说的不同 是吧 什么样子做的 实能论 何等为实 不是破戒的 那行的比较 乃至于查得利 乃至于宰观 严寿那见 严寿呢 他这个承认 也是承认的意思啊 承认这种那见 邪知邪见 顺从他 信仰他 那扮回 清静比丘 阿要恋 就是在寂静处 进入修行的 出家人 说这个那见的比丘 像查得利 詹特罗 像宰观詹特罗 说这个好的比丘 坏话 人家清静的 三里的修行 并没惹他 他的那见呢 看不惯 这比跟他不一样 棒那个 阿要恋的清静比丘 就是坏的 说好的 他怎么说呢 他对这个那的 差别力沾到楼上 祝人家 入世彼秀 欲辞 烦胃 大献异象 狂惑四肩 维求饮食衣服 不利养 恭敬名誉 致战回他 忌妒斗乱 贪作名利 不有厌重 应当宾出 无受千 如是比丘是那性的啊 说这个那性的比丘啊 棒清静比丘 棒那三里的修行的比丘 说说修行的比丘啊 是欲辞 是猥琐的 说现一项修行 跑三里做梦做梦做梦 恐怖四肩 说他这样做呀 是求饮食 求衣服 求恭敬 求明文的 我来 赞叹自己 那性比丘 赞叹自己 嫉妒斗乱 嫉妒好比丘 隐瞒真是像 斗争烂爽 他贪照名利 没有燕烛 应当斌烛 无受千 我比丘破坏好比丘 对信受他的人 他向信受他的人 说清静比丘是个坏的 嗯 但是他所说的话 是虚妄的 如是比丘 尊行妄语 你提示法 这坏比丘 帮好比丘 这些个言语 不是真实的呀 提示真实的呀 不合乎佛的教导 不合乎匹理 本厌不合乎佛的教导 不合乎佛的教导 不合乎佛的教导 不合乎天理 他又不离遇 怎能禁住路 子日为求 利养恭敬名誉 作恶料作恶要练 恶恶练就分寂静处 寂静处修道的处所 自献有德 神母供养恭敬成事 如是传取 非真福田 非真行道者 非行道者 这段话 接着前段话说的 如是比锈 是那个 初比锈 三段话接着的 就是那比锈 这个比锈是那比锈 说好比锈 说这个好比锈啊 是望远 李提示法 不是得道者 说好比锈啊 他是专门为立养明文的 来住这个 恶要恋 住三栋 我说住三栋栋的 装着有德 说你们不要供养他 非福田 这国家他没用装 也不是行道者 这段话是恶比锈 说好比锈的 跟什么样说呢 跟那查德里 詹陀罗 或者国王大臣 或者是那些个詹陀罗 后头都加个詹陀罗 那就破了门 詹陀罗 恶然别笑 对佛教没有真实信心 对三宝 心眉恭敬 力怀 临命 要欺压 善良的 真正的三宝 真正的僧人 劝这些人 不要亲近 成死供养 亲近彼求 他们说的话 不要信 这就叫 轻毁 入室 祝国雷战的 情境彼求 轻毁 一切的 法言 三宝宗姓 为什么呢 这坏彼求 一说 那这查德里 战斗王 佛罗门的 对 清净 彼求 帮回 帮回手段 很多了 强制性的 不准他在这修行 或者破坏他的道 破坏他的道业 在这个时候 坏彼求 棒回 毫彼求 这个时候 这个果葬 这个果度里头 天龙 夜色神 这是天龙 天龙夜色神 是护士三宝的 三神 他们是 信啊 清净的 恭敬三宝 不会坏他们的信念 这些护士三宝 对这个查德里 战斗罗 乃自于 查德里 撒门 查德里的 这个 所属下的 这些撒门 乃自破罗门 这些战斗罗人 乐者 徒者 心生 臣愤 护法 散神 对这些 护士一当 我说 国王大臣 乃自撒门 生气 臣愤 互相 慰言 这天龙 夜色神 互相说 忍者呀 当官 互相 忍者就只是 其他的 天龙 要朝神说呢 当官 此查德里 宰官 居室 长者 撒门 普罗门等 斩托罗人 说这些个 那人 他们 来轻悔一切 真正的 发言三宝总性 孙 简 上根 把好人的 散分 给损减 增长 那业 因为有那种 的力量 有这帮坏人呐 从战特罗 乃至到 那笔球 他们所说受的 都是 那业 党舵 那群 我等 就是护法散神 就是那个 天龙 要着身 等 我们不要 荣护 这个 查德里 战特罗 乃至于 他的国度 诚意 就是护法散神 起了 嗔恨心 嗔恨这些 查德里 战特罗 对这个国家 他们不护辞了 他们要护辞 清静的 散心的 真正的 信心的 信仰三宝的人 咱们经常说 你要照 那业 破戒了 护法散神 嗔 就这个意思 真正的 护法散神呢 起了 嗔恨 他要跟 这个 丹特罗的 这些个 不信者 取距离了 入世于 以 不是 也就是 散的 护法散神啊 他对一切 天龙要杀 这样说 那么 一切 天龙要杀神 就护法散神 就弃射 对这个 那国度的 所有的 一切的 查德里 战特罗 而果成 人民 都弃射了 护法神 弃射了 在这个 国度的 真正 修行的人 有道心的人 向善的人 也舍离 这个国度 不在这个 国度 修行 不在这个 国度 修道 能给人的 做真实 福田的 一切的 散的 清静的 撒门 离开了 都离开了 这查德里 战特罗 这个国度 都试一试 这护法散神呢 再不护辞 这个国度了 那这个国度 起了什么现象呢 实力国度 自军 他军 精香 潜灵 灵是灵 灵的 这强灵药 送曝光 多的 欺负少数的 强者 欺负 要着的 互相残散 更像残害 急 急紧 都在这个国度 发现了 因为这样子 这个 这个 查德里 战特罗 乃至 撒门 破了门 战特罗人 一切国民 没有 欢乐了 只有痛苦 只有悲难 以前 所有的 欢乐 所有的 幸福 都别离了 乃至 朋友 亲属 互相 嗔恨 不是 互相 耐恋 互相 嗔恨 互相 的斗争 潜磨 我 计算你 你 你计算我 吹二 吹二 就是 吹记的心 不是一心 乃至 父父 父子 亲友 互相 吹记 整个 这国度 没有 词 没有 悲 就是 寄土 奸叹 纵乐 结起 这段话 看看现在的 大地 十人间 就给现在的 录像 看看那战争的 国家 咱们不说 远了吗 台湾如何 看看台湾的 现象 跟这段 经文 对照 一下 甚至于 不反的 当成正的 明明是贪污 不成烟 那还有一批 融合 贪污的 因为他 一死掉了 大家都要倒台了 贪不成了 还要保留贪污的人 这段经文很现实 为什么那国家灾害 一天炸过来 炸过去 为什么 就是这个原因 当然他那国度 根本也没有三宝了 散的没有 那的三宝也没有了 散的三宝也没有了 全是那人 所及的国度 诚意 一点散愿没有 没有朋友 没有六亲 眷属 互相 猜忌 互相 仇恨 亲人跟亲人 互相 嗔恨 怀恼 他是自家闹 为什么这样 就是 善人不能待 好人离不开 善人不能待 这个做好事啊 你呀 要想离开 要离不开 为什么呢 牵涉到里头去了 就是好坏不分了 那人呢 那人跟那人相结合 那人跟那人相结合 干什么 做那样 杀生 偷盗 抢劫 贪污 是正确的 不是邪见吗 无产无愧 这叫无产无愧 谁让脆斗 就生结物 脆斗 就是寺庙 生结物 就是出家人的 寺庙的东西 成无悔心 没有后悔的心 末法就是这样的现象 他做错 他不因为他是做 他因为他是对的 他能悔吗 不能悔 这刹地里战斗了王 经济 忠贤 就是好人 忠于人民的 耐乎人民的 他反对 这惨忘的 这惨忘的 传取的 搞阴摸 轨迹的 他都要干成这些个 说令这个国家的 当国的好 一般老百姓好 互相的欺凌 看谁力量大 你批骗我 我欺骗你 所有啊 奋 慧 解 怨 老百姓 奋恨呢 没有力量 在心里头 其中怨恨 愤怒 解怨 这就造成什么样子呢 斗争吧 兴股斗争 谁有斗争 没有别人 其余的邻国 交阵战时 互相的交战 跟别的国家 军事的离心 打仗的军事呢 没心打 没心打 这战还能打得好吗 无不退败 败战下来 比查德里 战斗了王 宰官居宿 当者沙门 破了门 战斗了人 不久 便当自己废瘸 你世子不全了 或者还没有病了 有多日夜 解舍不言 说不出来话 受苦难了 痛切难言 这样子呢 命中病生 无间的日 要死了还能受罢了 死了就糟了 死了更苦 下无间的日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率四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童八宗 畅讲华言 力宏力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武台山安详市集 享受103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眼说大称 少龙火肿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力乐有请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经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2年 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 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 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 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物命的方式 来推广 来救护生命 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 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不定期举办 各内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 耶护经费 在国外僧众寻找 护取功德主等行动 三、国内外急难救助 以及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 四、协助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职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互生严寿的王阿伯 王阿伯是社区里公认的好心人 他每天早晨都会来到社区公园的空地那里 去给流浪猫、狗、喂食 这天 社区公园空地处 几只流浪猫狗从不同的地方走了过来 然后在那里徘徊着不肯离去 像是在等待什么似的 怎么回事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流浪猫狗啊 你不知道吗 我们社区的王大哥 每天都会来这里给他们喂食的 所以这些流浪猫狗已经养成了习惯来这里等的 是吗 看来今天这些流浪猫狗来早了啊 王大哥还没来呢 唉 别提了 王大哥他来不了了 啊 王大哥来不了了 为什么呀 王大哥前几天生病住进了医院 原来是这样啊 我相信王大哥那么好心的人一定不会有事的 好人终究会有好报 是啊 希望王大哥能早日康复 然而 王阿伯这次的病情非常严重 医院里的医生甚至断言 他只有三个月的寿命 医院内王阿伯虚弱地躺在病床上 病房外 王阿伯的儿子和女儿正在那里伤心地讨论着 医生已经通知过我了 爸爸的病是治不好了 最多不会超过几个月的寿命了 这段时间他想干什么 我们就满足他的愿望吧 怎么会这样 爸爸平日里一直行善积德 他常教育我们说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他做了那么多善事 为什么却没得到什么善报啊 是啊 那些从事杀生行业的人都活到七八十岁 可是爸爸才六十多岁 怎么就得了绝症啊 命运真是不公平啊 是啊 太不公平了 我要去找我师父问一问 他说过 爸爸一定会长寿的 难道六十多岁 也算长寿吗 师父 你说的 就是那位出家的师父吗 是的 他也经常告诉我说 行善一定会得到福报的 可是为什么我们的父亲 做了那么多善事 却得不到呢 很快 阿伯的女儿 把他那位出家师父 请到了医院的病房里 病房内 师父看着躺在病床上虚弱的王阿伯 笑了起来 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真是太没有礼貌了 我父亲都病成这个样子了 你怎么还在这里笑啊 儿子 你这样对师父说话也很不礼貌 快向师父说对不起 王知事 没事的 没事的 师父 真是对不起 我这个儿子脾气一直很暴躁 不像我女儿那样心善文静 哎 我现在病成这个样子 估计也活不了几天了 爸爸 你说什么啊 医生说了 你的病并不严重 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你们不要骗我了 医生和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我的命只剩下三个月了 王知事 你还有三十年的阳寿没有活完呢 怎么说只剩下三个月的寿命呢 三十年的寿命 师父你这是在安慰我吧 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 能活到九十多岁吗 如果按照正常的话 你的阳寿的确是到了 不过我看到你的阳寿被增加了三十年 我想您过去一定积了大阴德 才得到了这样的福报 师父 您说的是真的吗 我的父亲真的还有三十年的寿命吗 当然了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如果是那样的话 真是太好了 我爸爸平时里 经常做一些善事 直到住院前 还坚持每天喂养那些流浪猫狗 我想一定是这些善举 让他得到了福报 虽说那些也都是善事 但是却不足以让你父亲增加三十年的阳寿 哦 爸爸 这么说你曾经做过一件大事案之举 所以才增加这三十年的阳寿 爸爸 难道真的是这样的吗 难道是四十年前的那件事情 四十年前的事情 爸爸 你快说给我们听听啊 那是四十年前 那时候我二十多岁 那一年我们的村子先是遭受了大旱灾 接着又遭遇了皇宅 结果庄稼颗粒无收 不过好在当时村子里是公设置 村子粮仓里储存的粮食 勉勉强强够全村人吃一年的 今年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 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 我们只要熬过这个冬天 等天气暖和了 便有希望了 村长 今年我们一点收成都没有 要想地里的庄稼成熟 那得等到明年夏天 这段时间我们要怎么熬过去啊 大家趁着这段时间 可以去村外的树林里 先找些野菜野果 储备着以防万一 村长 秋天的时候 大家都快把山林里能吃的野菜都吃光了 哪里还有什么能吃的野菜野果啊 今年冬天格外的冷 我们大家要熬过这个寒冬 只能靠粮仓里的这些粮食了 嗯 你们说的有道理 所以我们得有计划地分配这些粮食 不能浪费的 我们还得选几个可靠的人来看管粮仓 要知道村子里可有不少人在打这些存粮的主意呢 没错 现在这些粮食可是我们全村人的命 我们一定得选几个可靠的人来看管才行 没错 那我们现在就投票 选几个人来负责看管粮仓 我那时候年轻 身强体壮 而且一直忠厚老实 因此很荣幸地和其他几位同伴一起被选中了 这些年轻人是大家投票选出来的 从今天起 他们就负责看管我们村子里的粮仓 每天三个人一起看守 嗯 我们全村人的粮食就交给你们了 你们一定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啊 村长啊 你就放心好了 我们一定会看管好粮仓的 是的 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 请大家放心吧 我们会尽责看管的 嗯 那你们几个就辛苦一点了 从那天起 我们每天都刻尽职手地看护着粮仓 然而有一天 我发现村子里的粮仓里 装粮食的袋子破了一个大洞 怎么回事呢 这究竟是谁跑进来偷粮食的 诶 先不要管谁偷的 我们赶快通知村长就对了 诶 先不要急着通知村长 我看这应该不是人类的行为 搞不好是什么动物跑进来把粮食给偷走的 哦 如果真的是动物跑进来 那可就太好了 我们正好抓住它们来美猜一顿的 诶 不错哦 你的这个主意真是太棒了 我们今天就守着这里 看看究竟是什么动物 那么大的胆子 敢跑到这里来偷东西 年轻的王阿伯他们三人悄悄地躲在粮仓的一个角落里 他们手里拿着木棍和套网 不知过了多久 粮仓里传来了一阵沙沙的声响 哎呀 还真来了 究竟是什么动物呢 年轻的王阿伯探头朝声音传来的地方看去 只见七只松鼠从窗缝钻了进来 它们直奔那个破了的凉带而去 突然 年轻人手拿套网 一下窜了出来 它将套网一撒 那网一下子将那些松鼠全给罩住了 那些小松鼠在网里不停地挣扎着 太棒了 一网打尽了 七只松鼠呢 我们今天能美餐一顿了 好久没吃到肉了 今天终于可以美餐一顿了 等一下 先不要伤害它们 啊 不要伤害它们 为什么 你们仔细看 这些松鼠在做什么 众人一起朝网里看去 只见网里的那些松鼠看着拿着棍子的年轻人 眼里露出惊恐的神情 接着 这些松鼠双手捧在胸前 竟然纷纷做跪拜状 年轻人愣了一下 然后直直地看着那些松鼠 天啊 这些家伙是在求我们放过它们吗 它们来偷吃食物的 竟然还想求我们放过它们 真是做梦 其实这些松鼠也是非常可怜的 森林里能吃的东西都被我们拿走了 如果它们不是饿得没有办法 也不会跑到这里来偷粮食的 不管怎么样 它们是来偷粮食的 偷东西本来就是要受到惩罚的 更何况这些粮食我们都不够吃呢 算了吧 我们就放过它们吧 啊 放过它们 它们可是小偷 怎么能放过它们呢 难道我们不是吗 要知道松鼠在冬天到来之前 会储藏很多食物来过冬的 但是今年我们却把它们储备起来 过冬的食物全都搜刮走了 它们没有东西吃 才会来这里偷食物的 是啊 我们村子里真的有好多人 从森林的树洞里掏出了好多食物 的确是我们先偷了它们粮食的 对嘛 所以我们还是将它们放掉吧 可是就算我们将它们放走 又能怎样 如果它们不来这里偷食物吃的话 早晚也会饿死在森林的 没错 它们在森林里会饿死的 是啊 没有食物就算放掉它们 也不能拯救它们的命啊 所以我们干脆好人做到底 给它们提供一些食物好了 啊 你要把我们救命的粮食 给这些松鼠 你疯了吗 这些粮食可不是你自己的 而是我们全村人的 你不能擅作主张将粮食给这些松鼠 当然 我不能擅自做主将食物给这些松鼠 但我可以把我每天应得的粮食 拿出一部分来喂养它们 我们每天能分到的粮食已经很少了 你还拿出一部分来分给这些松鼠 你这样做值得吗 当然值得 如果我们不去帮助照顾这些松鼠的话 它们整个家族搞不好会全部死掉 什么也比不上生命重要 不是吗 嗯 就这样 我用自己的粮食来喂养那些松鼠 后来我的那些伙伴 也开始学习我的方法省下粮食来喂它们 直到来年春天 这场灾荒过去为止 那也不过只是救活了几只生命而已啊 这算是大善吗 没错 这可是大善啊 要知道那可是荒年呢 如果你不拯救它们的话 它们整个族群真可能会全部饿死 而且最可贵的是那时候 你们自己的食物都非常匮乏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行善 那才是大善 师父说的很有道理的 在艰苦的环境 自己都已经很困难了 还会想到救其他动物的生命 那是非常难忍可贵的 果然 没过多久 王阿伯的身体开始好转 很快 他便康复出院了 王大哥 你身体刚刚好 就又来照顾这些猫狗了 当然了 要知道行善可是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呢 哈哈哈哈 本梦就哭就难 观世音菩萨 难过你的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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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事是释迦摩尼佛 难过本事是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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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过的梦大志文书是理菩萨 难过的梦大志文书是理菩萨 难过的藏万菩萨